好恐怖喔 對 這太恐怖了 一人夏語心 戲好鋼絲 在別人協助下 小心翼翼慢慢爬下懸崖 還不時回頭看了看 確認有沒有踩穩 場面超級驚險 向下爬到了適當高度 還一度亮翔 夏語心最後直接讓雙腳懸空 只靠鋼絲支撐全身重量 就連一旁劇組人員 看了都捏把冷汗直呼 太恐怖了 為了拍攝八點檔 夏語心臉書透露 清晨四點就開始梳化 還一路拍到中午 她也強調安全措施都很完善 要大家不用擔心 但其實夏語心為了拍戲 博命演出 已經不是第一次 在樹上攀爬 每個動作都小心翼翼 曾為戲化身爬樹高手 曝光幕後花絮 可以看到夏語心 整個人半身懸空 一手撐著樹幹 讓她自嘲根本是在練核心 一頭可以看到 下方都有設置保護墊 劇組也為了拍攝危險動作場面 做足準備 我拍完了 從早上五點 到早上五點 厚厚一疊劇本 直接丟進垃圾桶 未戲拍攝整整24小時 拍完外景 立刻進棚內 形成馬步停蹄 夏語心未戲拼搏 挑戰體力極限 動作場面樣樣來 今夜精神也令人敬佩 三一新聞 謝文翔 夏邦明台北採訪報導 拍攝